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小旭 经常有朋友在问我 为什么很多修理工都喜欢吐槽大众双离合 尤其是干式的 难道真的有这么不堪吗? 首先我要给大家纠正一个观点 修理工不光会吐槽干式双离合的 修理工仅仅是站在了维修角度 而不是体验角度 为什么干式双离合被说得如此不堪 但是大众仍然坚持要使用干式双离合呢? 我给大家讲几点客观原因 第一点成本控制 大部分厂家他都希望自己能够独立制造三大件 不受制于其他厂家 比如说丰田、本田、日产、现代 他们的三大件基本上都是能够独立自主 大众肯定也不想例外呀 身为国际一线品牌 你这个变速箱要向别人买那多尴尬呀 你说买少量的可以 多了肯定就不行了呀 最好是能独立自主研发 大众现在旗下卖的比较好的车型 基本上都是横置变速箱的平台 那么横置变速箱做的比较好的也就是爱信了 纵置变速箱又是ZF的天下 如果说自己研发AT变速箱的话 那肯定是费力不讨好 成本贵不说 而且有可能还绕不开别人的专利 所以说选择自主研发双离合是比较折中的 这也是减少成本的一种办法 其实说到成本 我个人觉得双离合和AT变速箱同级别的话 他们的制造成本应该是差不多的 如果说你是向其他厂家买的话 那个成本肯定就高了 是不是 更何况是自己的竞争对手 大众一年的销量都是几百万辆 如果说你的变速箱还受制于其他厂家 尤其是自己的竞争对手 那肯定就是人家想卡你就卡你 今天给你来一句这个产量不够 那你的车都没法卖了 是不是 第二个原因还是为了动力和油耗 这个是很多人买车比较关心的 现在在国内 如果说你这个车废油空间不大 动力也不强 那这个车指定卖不好 双离合的传动效率是比较高的 油耗也比较低 开过双离合的肯定都知道 你没有开过你就只能听人家说 正是因为它的动力损耗小 换挡速度快 所以大众车普遍比较省油 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动力强还省油 最重要的是排放要求还达标了 其实我个人觉得是大众把这个双离合坚持做下来了 像其他厂家也做了这个双离合 但是始终是不温不火的 尤其是福特和通用 他们最早以前也在用双离合 但是现在基本上都改回了AT变速箱了 说到这个双离合 其实还是大众玩的比较好 这个确实是事实 今天还有一个粉丝在问我 现代的双离合和大众的哪一家比较好 这个我都没办法回答你 因为这个标准不一样 我就只能告诉你 你看一下谁的保有量大 谁的实际体验效果好 你就清楚了 很多人就会说了 你把双离合都吹神了 那么为什么修理厂修的比较多的 还是干式双离合呢 这个我要给大家讲一下 不管是任何机械产品 它都会有一定的缺点 这个是避免不了的 干式双离合它成功的地方 就在于动力强油耗低 但是它失败的地方也是这一个原因 因为这个动力强油耗低 它本身就是相冲突的 你又想车跑得快 又想它节油 还想要它故障率少 那怎么可能吗 对不对 到哪里找这么好的事 纯电动能满足你 但是你又嫌人家这个续航里程短 不保值 开惯了双离合车型的人 你让他再去开CVT 再去开AT变速箱的车 他是不习惯的 不信的话 你经常去开一下 你就知道了 当修理工的好处就是什么呢 就是什么车型你都能开的 什么车的优点 你都能知道 总的来说 他不管是用AT CVT 还是用双离合 都是为了一个更好的体验 你去试驾 你觉得爽 你就买 你觉得不爽 你就出门右转就可以了 作为一个修理工 咱们不能老是光提人家的缺点 你也要看到人家的优点 对不对 那不然跟车黑有什么区别 对于不喜欢双离合 和不喜欢大众的人 其实你说什么 说得再好 他也看不上 因为他觉得这个车不行 所以说这个车上 所有的东西也不行 其实我对这种人也是挺无语的 有可能我这期视频会被很多的非大众粉喷 但是这个确实是事实 如果说你在汽车行业里面多干几年 你就知道这个大众确实是有很多优点的 理性看待每一个车系就好 你喜欢你就买 你不喜欢你就不买 好 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是比较理性客观的 如果说不喜欢小徐说的就随意吧 觉得小徐说的比较客观的 可以帮小徐点赞加关注啊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